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三节应付职工薪酬 首先明确职工薪酬的概念和构成 那么所谓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 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 并且企业提供给职工配偶 子女 受赡养人 已雇员工移属及其他税人等的福利也属于职工薪酬的范畴 再由职工薪酬的构成一共是四个方面 一定把它记住 以前年度是考过多下选择题的 首先是短期薪酬 指的就是职工在职时应当享受到的各种报酬和福利 其次呢 离职后福利 作为关键词 离职 比如说 像那个失业保险就属于离职后福利 接下来 辞退福利 注意关键词 辞退跟离职明显不是一个意思 再往的就是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其实指的就是除了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以及辞退福利以外的 所有这些职工薪酬都应该归为这个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范畴 好 我们先来看短期薪酬 那么所谓短期薪酬是指企业在职工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 12月内需要全部予以支付的职工薪酬 很明显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这属于职工在职时应当享受到的报酬和有关福利 注意 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所给予的补偿除外 很明显说到关键词解除对吧 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这不就等于是辞退了吗 所以说它应该属于辞退福利的范畴 不应该属于短期薪酬了 好 我们来看短期薪酬的具体内容 这需要大家把它把握住 尤其是将短期薪酬和离职后福利和这个辞退福利要区分开来 首先是职工的工资 奖金 津贴 补贴 这很好理解 这就是职工在职时应该获得的报酬吧 其次 职工福利费也是在职时应当享受 以及医疗保险 工商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等这些社会保险费 注意关键词 医疗 工商 生育 很明显 这应该是在职时应当享受到的福利 所以属于短期薪酬的范畴 注意区别于这个养老 失业保险 对吧 为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也好 失业保险也好 很明显 这二者应当属于离职后福利的范畴 得是离职以后才会享受 对吧 接下来住房 公积金 很明显 这也是职工在职时应当享受到的福利 以及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再由短期待薪缺勤 是指职工虽然缺勤 但企业仍向其支付报酬的安排 包括像年休假 病假 婚假 产假 丧假 探金假等等 第七方面就是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是指因职工提供服务 而以职工达成的基于利润或其他经营成果来提供薪酬的协议 注意 关键词 短期 那如果是长期贷薪缺勤 长期利润分享计划 那当然应当属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范畴 注意这个短期待薪缺勤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这个关键是短期 他们应该属于短期薪酬 如果加上长期两个字 这就是其他长期职工福利了 再而就是非货币性福利 是指企业以自己的产品或者外购商品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以及企业贴购给职工无偿使用自己拥有的资产 或者是租赁资产 供职工无偿使用 比如说给职工提供这个集体宿舍 这就叫做非货币性福利 注意 非货币性福利是按照公允价值来接养的 最后就是其他短期薪酬 好 我们来看一下短期薪酬的核算 首先 每月月末分配发放本月工资费用 编制以下两笔会计分路 首先是月末分配 对于生产部门人员的工资费用 应当是借记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劳务成本等科目 管理部门人员的工资费用借记管理费用 销售员公司借记销售费用 再建工程研发支出应当负担的工资费用 又分别借记再建工程 研发支出 同时呢 待记应付职工薪酬 二级科目呢 是工资 当实际发放的时候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充这项流动负战 同时呢 待记银行存款 好 我们再来看 从应付工资中扣还各种款项的快处理 比如说 给职工带电的房租 家属要费 带扣带缴的个人所在税等等 那这些呢 一律是充减这个应付职工薪酬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二级科目工资 同时 带电的款项 带记其他应收款 对吧 当初给职工垫这个钱 企业花钱了 写上分路了 借记其他应收款 带记比如说银行存款 现在这笔钱得从职工的工资里边去扣 对吧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同时呢 带记其他应收款 那对于 带扣的 各种款项 当然不包括那个个人所在税 应当是从应付职工薪酬当中 去扣除 对吧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同时呢 带记其他应付款 先把这个款项呢 给他扣除出来 等实际支付的时候呢 借记其他应付款 带记银行存款 以及 带扣带缴的个人所在税 也是从应付职工薪酬当中呢 去扣除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同时呢 带记应交税费 应交个人所在税 这是 带扣 个人所在税 等带缴实际 缴纳的时候 应当是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个人所在税 同时呢 带记银行存款 好 我们再看 发放分配职工福利费的快处理 那么 发放职工福利费的时候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职工福利 也就是充这个职工福利 这项流动负债 同时呢 带记库存现金等科目 那么 实际分配的时候 跟我们前面谈到的 工资费用的分配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对于生产部门人员的职工福利 借记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劳务成本 对于管理部门人员的职工福利呢 借记管理费用 销售员的职工福利呢 借记销售费用 以及再建工程研发支出 应当负担的职工福利 分别借记再建工程 借记研发支出 同时呢 带记应付职工薪酬 职工福利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分配缴纳医疗保险费 工商保险费 生育保险费 等等这些社会保险费 以及住房 公积金 再有呢 按规定提取工会经费 和职工教育经费的快处理 首先 还是按照这个人员 所在的部门不同 借记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劳务成本 或者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再建工程 研发支出 等科目 咱下面都谈到过 应当怎么用 同时呢 代记应付职工薪酬 二级科目 医疗保险费 或者是住房公积金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等等 这是分配时 应当编制的快计分路 等实际缴纳的时候 那就是充应付职工薪酬 这项流动负债了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二级科目 医疗保险费 或者是住房公积金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同时呢 代记银行存款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短期职工薪酬的 应当是哪一个 A 应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而给予的补偿 好 看到关键词 解除 解除劳动关系 辞退吧 这应该属于这个辞退 福利的范畴 排除掉 B 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 以及C 失业保险 很明显 这都是离职以后 才能享受的福利 所以这二者呢 属于离职后福利 医疗保险 它应当是职工 在职时应当享受到的福利吧 它属于短期职工薪酬的范畴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第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答案选题 企业对向职工提供的非货币性福利 进行计量的时候 应当选择的计量属性 咱们强调过 应当是公允价值 对吧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第 好 我们再来看离职后福利 那么所谓离职后福利 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福 而在职工退休 或者与企业解除 劳动关系之后 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 当然属于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的除外 注意观点词 职工退休 或者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当然默认指的是什么呢 劳动合同到期时解除劳动关系 如果是劳动合同到期之前提前解除劳动关系 那不能叫离职 那叫辞退 对吧 咱后面讲这个辞退福利的时候会谈到 再有离职后福利 包括两种 一个叫设定提存计划 一个叫设定受益计划 那么所谓设定提存计划 是指企业向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费用之后 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 注意观点词 企业缴存固定费用之后 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 这是设定提存计划 区别于设定受益计划本质的差别 好 那么这种离职后福利计划 就叫做设定提存计划 典型的 企业为职工缴纳的 基本养老保险 补充养老保险 以及失业保险 劳记这三项 首先说到养老 说到失业 马上明确 这属于离职后福利的范畴 离职以后享受 再由基本养老保险 补充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应当属于离职后福利当中的 设定提存计划 好 我们来看设定提存计划的 有关快处理 按照快准的规定 企业应当根据 在资产负债表日 为换取职工 在快期间提供的服务 而应向单独主体 缴存的提存计 确认为应付职工薪酬 并记入当期损益 或者是相关资产的成本 具体快递分路 首先还是取决于 这个职工所处的部门不同 借记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劳务成本 或者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也可能是在建工程 研发支出等科目 同时呢 待记应付职工薪酬 二级科目 设定提存计划 好 我们再来看 设定受益计划 是指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 离职后福利计划 企业的义务是 为现在 记以前的职工 提供约定福利 同时 精算风险 投资风险 之上 由企业 来承担 这两个概念的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你就记住 除了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 这些离职后福利都应该属于设定受益计划的範疮 再有设定受益计划怎样进行快处理呢 按照准则规定 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 区分不同情况 两种去向 要么是计入当期损益 要么是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比如 按照准则规定 向服务成本 包括当期服务成本 过去服务成本 结算利得或损失 以及设定受益净负战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 这些呢是计入当期损益 向这个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战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 应当是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而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之后 按照准则规定 在后续会计间呢 还不允许转回至损益 其实这些具体快处理呢 大家不用过于纠结 教材没举例 你也不用掌握它具体怎么合算 你只是要在观念上知道 设定受益计划是两种去向 要么是计入当期损益 要么是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就可以了 好 具体快据分路是这样 借记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劳务成本 或者管理费用 或者销售费用 什么意思呢 这些就属于这个 计入当期损益的 那如果是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呢 当然就是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二级科目比如设定受益计划净负战 或净资产的重新计量 同时呢代记应付职工薪酬 二级科目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好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分配职工养老保险费的时候 可能借记的快据科目有哪些 A生产成本 这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生产部门人员的养老保险 就应该是借记生产成本 如果是管理部门人员的养老保险呢 借记管理费用 如果是再建工程负担的呢 借记再建工程 销售员的呢 当然就借记销售费用 这跟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 短期新称的核算 思路是一样的 显然不会涉及财务费用 对吧 因为说到财务费用 他都是那些金融活动产生的费用 比如说什么银行利息了 手续费了 企业给顾客提供 或者从贡商那里享受到的现金折扣了 汇兑损益了等等 他明显不会跟这个职工薪酬相挂钩 本期答案应当是ACDE 好 我们大家看辞退福利 注意他跟离职后福利的差别 那么所谓辞退福利 是指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 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或者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 而给予职工的补偿 注意两处关键词 一处是到期之前解除 就像大家强调的 如果是劳动合同到期解除 这叫离职 对吧 那相应的那些个报酬呢 叫离职后福利 那如果是到期之前解除 这就叫辞退了 对吧 所以说做基督补偿呢 就属于辞退福利 以及鼓励职工的自愿接受裁减 说得很好听 这不还是辞退炒人家鱿鱼吗 对吧 把这两个关键词记住 这叫辞退 好 我们来看辞退福利内容 首先 在职工劳动合同尚未到期之前 不论职工本人是否愿意 企业决定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而给予的补偿 这当然属于辞退福利的范畴 再有 职工虽然没有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 但未来不再为企业提供服务 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企业承诺提供实质上具有辞退福利性质的经济补偿的 比如说 大家耳熟能详的这种内退的情况 那么在职工正式退休日期之前 应当比照辞退福利来处理 在其正式退休日期之后 再按照离职后福利来处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辞退福利的相关快处理 首先 在确认辞退福利的时候 注意 借记的是管理费用 换句话说 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大家需要理解 不可能借记生产成本 什么制造费用 再建工程等等 为什么呢 那像谈到了 比如说 你都辞退它了 对吧 不可能再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换句话说 你就不可能把它 进入到资产的成本当中去 不能资本化 只能是予以费用化 就是借记管理费用 同时呢 待记应付职工薪酬 二级科目 辞退福利 等实际支付的时候呢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辞退福利 同时呢 待记银行存款 库存现金等等 这些科目 好 我们大家看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那么所谓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是指除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 和辞退福利以外 所有的职工薪酬 包括长期待薪缺勤 长期残疾福利 以及长期利润分享计划等等 好 我们来看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核算 那对于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 就应该按照设定提存计划的 有关规定来进行快处理 符合设定受益计划条件的 当然按照设定受益计划的 有关规定进行快处理 那就说这两条 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个离职后福利的核算 是差不多的 以及为了简化相关快处理 符合设定受益计划条件的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所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 包括服务成本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 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 重新计量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 或净资产产生的变动 可以计入当期损益 或者是相关资产成本 你就记住 为了简化相关处理 上述两种情况呢 是可以直接计当期损益 或相关资产成本就可以了 具体核算要求呢 大家一般了解就可以 好 第四方面的是长期残疾福利 两种情况 如果长期残疾福利取决于职工提供服期间长短的 那么企业应当在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 确认应付长期残疾福利义务 计量时呢 应当考虑长期残疾福利支付的可能性 和预期支付的期间 如果是与职工提供服期间长短无关的 那么企业应当在导致职工长期残疾事件发生的荡期 确认应付长期残疾福利义务 请不吝点赞订阅